法師規矩頌 對法師、對同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大家打開講義第28面 以示第八示頌 那麼玄奘大師呢 他解釋八示啊 分成了四個部分 那麼前五示呢是第一個部分 那麼第六示是一個部分 第七示是一個部分 第八示也是一個部分 等於是把八示分成四個部分來說明 那麼現在我們是講的最後一刻 第八示頌 那麼首先我們先把頌文念一遍 請大家打開這個頌文 第三面的地方 那麼第三面的地方 第二行 我念一遍 性為無負五片行 借地由他夜立身 惡襯不了陰迷子 由此人心論主真 浩浩浩三丈不可窮 淹身氣浪盡為風 壽心此總更生氣 氣後來先做主翁 不動地前才捨障 金剛道後易熟空 大眼無垢同時發 普照十方成岔中 好,我們看講義加以說明 那麼 這個第八示也是有三個祭頌 我們分成兩大課來說明 出有肉雜染事 二無肉的親近事 先說明這個第八示在繁衛的時候呢 他這個有肉雜染事的一種活動情況 好,先看第一段 性為無負五片行 借地由他夜立身 首先先把它消吻一下 那麼這段呢 是說明這個第八示的一個了別的性質 以及他的活動範圍 先看他的了別性質 性為無負五片行 那麼這個第八示的親王來說呢 他的了別的功能啊 他的性,他的體性啊 唯獨是無負無忌 換句話說呢 這個第八示 他從無量節到現在啊 他從來也不起善念 那麼可也不起惡念 他是不失善也不是惡 他經常保持在一種無忌的狀態 那麼這種無忌呢 他是一種無負 這個負呢 有兩層的意思 第一層這個負當負蓋 他負蓋真如之禮 像第七意識啊 第七意識的無忌啊 是恆審思良我向誰 有情日夜正昏迷 所以第七意識 雖然也是不失善也不是惡 但是 他那個恆審思良的功能啊 捏造了一個我的相狀出來 那麼 一切法是必盡空無我我所 那麼他捏造一個我的相貌 使令真如理不能顯現 所以叫做負 覆蓋惡空真如之禮 其實呢 這個負呢 當障礙講 就是說呢 障礙你修學聖道 也叫做負 所以這個第七意識 它有一個我相啊 我們要不失 要直接要忍入啊 就有困難 就是我們這個我啊 愛著這個我啊 我怎麼能夠把錢不失出去呢 我應該把這個錢 留下來讓我去受用 那麼這個有我的執著啊 就是修學聖道就有障礙 那麼所以也叫做負 障礙聖道 但是第八是他不是 第八是你造善業 他也沒有意見 你造惡業 他也沒有意見 他從來不阻止你造任何的業 所以他是無負 他不障礙任何人 你要造善業 他也不障礙你 你造惡業他也不障礙你 他就把你的業力保存下來 所以他無負 那麼這個是說明這個無負的這兩層意識 他不覆蓋真如 那麼他也不障礙聖道 這個是講這個第八式的新王 那麼再看他的新所法 五片形 那麼這個五片形 就是住處做義受享世 那麼這五片形 他是要恆常依止新王而現行 那麼與新王相應 所以既然第八式的新王是無負無忌 也使得他所相應的坐益處受享失 也恆常保持在無負無忌的狀態 這個我們前面說過了 新鎖一定要跟新王相應 所以這個五片形 當然如果五片形表現在這個 第七意識 那麼這個第七意識相應的五片形 就會有負無忌了 那麼這個五片形表現在第八次的時候呢 他的這樣的一種處坐益受享失 都是無負無忌的 那麼這個是說明這個第八次 新王新爵這個了別的一個性質 這以下說明他的活動範圍 借地由他業力深 那麼第八次的活動範圍啊 能夠普遍在三界九地 如果這個阿賴野啊 這個是我們生命的一個果報體啊 阿賴野能夠到天上去啊 獻出天的這樣的宮殿樓閣的可樂果報 他也能夠到地獄去啊 獻出刀山油鍋的苦惱的果報 都可以的 阿賴野他在三界九地是沒有障礙的 他可以到天上去也可以到地獄去 但是他到底去哪裡 他自己不能做主 只是我要去天上 我要做人 不是阿賴野自己能夠做主 那麼阿賴野是去哪裡受生 是誰做主呢 由他業力深 這個他呢 簡別不是他自己 他雖然是生命的一個主體 但是去哪裡 他自己不能做主 是由他 這他就是簡別不是自體 是他體 這個他體指的是前六四所造的業力 叫做他 當然前六四所造的三二業主要還是第六意思 第六意思夾帶前五四造的善業造的惡業 來決定阿賴野是去哪裡投胎的 所以說呢 戒地由他業力深 在這個阿賴野是在三戒裡 三戒九地受生啊 他完全是由 這個前六四所造的善業惡業來決定的 這說明這個 阿賴野是他的活動的情況 好 那麼這是簡要的蕭文 我們看歐伊大師的註解 那麼這個註解呢 我們分成兩段 先解釋他的性質 再說明他的範圍 為第八四非善非惡 亦非有戶 但是五戶無忌 但以遍行五心所相隱業 那麼這個第八四的新王啊 他的了別性啊 是非善非惡 說這個前六四造善業啊 第八四他也不參與 前六四去造惡業 所以造五逆十二 第八四他也不參與 那麼他是永遠保持在一種無忌的狀態 那麼亦非有戶 他也不去創造一個我的相貌 他也不會這樣做 那麼所以他是五戶無忌 這是他們說明他了別的情況 那麼他的新鎖呢 但以遍行五心鎖 這個是一個很微細的新鎖 這是促作意受想事 這個是普遍在八四新王都相應的 這個 這個八四啊 我們前面研究過的前期轉世 他的相貌 跟第八四比起來都是比較粗顯的 但是第八四的流動啊 是非常惟悉的 非常惟悉的 這個偶一大師在這個嫩言文句啊 他講一句話來形容這個第八四 他說啊 他說這個 無量傑來生死本 吃人認作本來人 而這個阿賴也是啊 他是無量傑生死的根本 他含常無量無邊的 有肉的善業惡業的種子 生死的根源就是阿賴也 就是第八四 但是呢 吃人 這個吃人包括凡夫 包括外道 也包括惡秤的阿羅漢 都認為他是本來人 所以這個阿羅漢柱的滅禁定啊 他在那個高深的禪定當中啊 能夠把第六義式的形象給停下來 這個時候第八四現前 那麼他就以為這個就是本來人 這個就是涅槃啊 他還不知道這個阿賴也是會剎挪剎挪生滅 他不知道 為什麼會不知道呢 因為這個是看出來啊 這個第八四的形象實在是非常惟惜 乃至於阿羅漢啊 這個高深的禪定都不能覺察 所以無量傑來生死本 吃人認作本來人 不過這當然也難怪 因為他的體性啊 非善非惡 亦非有富 但是無負無忌 跟真如本性啊 是相當的劣勢的 這個是說明他的一個了別性啊 是無負無忌的情況 再看他的活動範圍 三界九地 但隨術士善惡引業所謙受生 分毫不能自作主張 其可之為我哉 那麼這個阿賴也 第八四在三界九地受生啊 他是不是自己做主的 淡隨術士 這是過去是前六世所造的善業惡業 對一種強大的引業來牽引 使他去受生 所以他自己是分毫不能作主 其可之為使我哉 這個是破凡夫惡襯的執著 因為如果阿賴也事是一個我 那麼這個我一定是要有能夠主宰性 所以我要到天上去就到天上去 我到地獄去就到地獄去 事實上阿賴也是他的投胎自己不能作主 是由借地由他業力生 是由業力來作主的 這個 這回事學啊 他的觀念啊 是說這個萬化偽事 萬化偽事啊 要從這個聖意地來觀察 諸法不自身 亦不同他身 不共不無印 事故之無身 所以一切法的自性是無身 他也不能自己生己 也不能他生己 也不能共生己 一切法是無身 那麼一切法無身是怎麼有呢 就是萬化偽事 就是心事的流動創造出來 那麼這個心事流動創造出來啊 佛陀就講出了十二種因言 此生故彼生 此有故彼有 言無名而言行 行而言至 至言名色 名色也六入 六入言處 坐言受 坐言愛 愛言取 取言有 有言生 生言老死 又被苦惱 這個地方啊 決定我們這個生命的獸身的因素啊 有兩個地方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無名言行 就這個業力 這個無名啊 就是我質跟法質 當然包括聚生的 也包括分別的 就是我們凡夫的心情啊 只要我們不入我空觀、法空觀 我們的內心的分別 就是有一個我 那麼有這種我的分別的人啊 有時候會 身心因果 就是會造善業 我希望能夠快樂 所以我要修善 也造了善業 有時候會起顛倒 誰反倒而轉 就造了惡業 那麼不管是造善造惡 都是有一個我 就是無名言行 那麼創造了一個業力以後啊 這個業力啊 就會去欣襲你的士 就是阿賴耶士 有一個宗旨 當然這個士可能是一個 諸天的阿賴耶士的宗旨 也可能是善惡道的阿賴耶士宗旨 那麼就會有名色、醋、壽、等等 各式各樣的壽 苦壽、樂壽 但是 如果只有業力 是不能得果爆點 這個時候還是保存在阿賴耶士當中 這個業種子 那麼這個業種子 還必須要有愛取的滋論 就是愛取煩惱的滋論 有愛取的滋論阿 你才能夠使命那個 前面那個行阿 那個善業、惡業的種子 變成有 這個有阿 就能夠得果爆 它有得果爆的力 就要去受生 如果它滋論是一種善業 那麼就是到可樂果爆去了 如果它滋論是一個惡業 就到不可樂果爆去了 所以我們這個靈命中的時候 得果爆 有兩個主題 第一個是業力 第二個是愛取 在這個 淨土、山藥、書藝 裡面講出一個 一個公案阿 說這個 過去阿 有一個居士叫王頂石 王 國王的王 頂是那個保頂的頂 石是真實的石 這個居士阿 從小就非常聰明 十六歲的時候就中了舉人 而且還在朝廷做官 十六歲 那這古時候是 不得了的智慧 但是他做官沒多久 就生了重病 就靈命中的時候 告訴他的家人說 我說我 過去生是一個 晉山式的一個修行人 晉山式 這個大元晉式的晉山式 他說我從那個時候是 童真入道 修食素食 修食素食仔 既成大道 幾乎成就聖道 從這個故事看 這個老和尚過去 有一點殘病的力量 知道這個宿命通 但是我 有一件事情 就是 我有一天 到街上去辦事 看到那個年輕人 少年登科的那些年輕人 年紀輕就登科 過去那個開榜 十年寒窗無人知 一己成名天下文 少年登科以後 大家就抬著教室 他就那個 登科的那個狀眼 就坐在教室上 大家敲鑼 打鼓 放鞭炮 慶祝 他那個內心 生起了羨慕的心 哎呀這個人是不得了 那麼年輕就中了狀眼 他取了這個愛取的心 其次呢 他有時候在山中 老和尚有時候入定 有時候出定 也是跟我們在寺廟走一走 看到有些大富貴的信徒 帶他的眷屬來這個地方上供 修復 那麼他看到這個大富貴的境界 他也動了一念愛取的心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就是這兩個問題 所以他今生就在這個 這個地方投胎 少年得志 他說他往後還有兩生 要受富貴的國報 他甚至於說出他這個受生的地方 是在這個城門外一個姓姚的人家 那麼他就說完就死掉了 死掉以後他的親屬 家屬就去找 喔果然找到了 在城門外沒多遠的地方 有一個大富人家姓姚 果然就在他死亡那一天 生了一個兒子 那個兒子後來也進成了家業 但是 那個兒子就不再知道他過去生的事情了 當然第二生的時候還知道 第三生就不知道 那第四生更糊塗了 這個就是怎麼樣 退轉 我們想啊 我們想啊 一個人啊 在山中修行數十載 積成大道 積乎成就聖道 那麼結果就是 受用了三生的功名跟富貴就結束掉了 就像英光大師說的 那個魔力寶珠換成糖果吃掉就算了 那麼這個 我們從為事的角度啊 他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他的心啊 那種追求無上奉利的豔利啊 沒有很堅強 所以我們這個淨土法門啊 講到這個 敬驗馳敏 這個驗就很重要 驗離說婆 心求極樂 說你一個淨土法門的修行人 你平常練很多佛號 也做很多的家行啊 修燦啊 修福啊 懺悔樂障積極資糧 那麼你命中的時候 這些資糧是到哪裡得果報呢 是在三界德果報還是到極樂世界去年華壽生耶 這當中就是跟愛曲有關 如果你靈命中 取得是三界的愛曲 那麼你今生所積極的資糧就是在 就飄到三界德果報 就在那個雜染的 無你的境界德果報 如果你靈命中的時候 是升取極樂世界的愛曲 一心歸命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那麼這個時候就在電話裡面得果報 就是愛曲有 這個有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有也是 諸法不治生 亦不同他生 不共不應 事故之無生 這個有也是無生 無生怎麼有生呢 因緣生 就是愛曲 才變成有的 這個愛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 我們念阿彌陀佛 不要老是讓內心只是極盡柱 我們只是讓內心啊 修行啊 你就是啊 讓內心極盡柱 這有什麼問題呢 你那一念極盡心的當中啊 有無量不便的愛曲煩惱 通通沒有調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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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命中的時候 就會有問題 就是借地由他業力生 那麼這個時候的愛曲一活動啊 他就會帶動三界的業力去得國報 所以我們呢 這個念阿彌陀佛 要求試念處理 用著不盡苦無常無我的這個智慧 來對峙我們的三界的愛曲煩惱 這才能夠有把握的 這個時候才能夠 所謂的深信竊驗 所以這個地方啊 我們在延期啊 我們在觀察十二因緣的時候啊 你就知道為什麼 諸法不自身 以不從他身 不共不無印 時故之無身 一切法是無身 沒有生死沒有涅槃 那麼這個生死怎麼有呢 無明言行行言事 事言明色 明色有六入 六入言處 處言受 受言愛愛言取 取言有 有言生 有生就有老死 所以這個地方有兩個地方要注意 第一個你要少造惡業 少造惡業 那麼多修善業 但是這個善業還不保證一定到極樂世界 你還要信念 特別是這個燕離娑婆 燕離娑婆 思為娑婆世界是不盡苦無常無我 那麼思為極樂世界是常樂我盡 那麼這樣子才能夠把你的善業 轉成淨土的淨業 那麼這是說明啊 這個第八四 他的一種活動的情況 再看下一段 惡稱不了因迷子 由此人心論主真 那麼這個前面講到第八四的形象 非常的偽氣 不要說是凡乎外道 乃至於惡稱的聖人 都不明瞭這個第八四的存在 為什麼他不明瞭呢 因迷子 因為這個惡稱人的特性啊 這個迷子特別重 這個所知障 這個惡稱人啊 煩惱仗很淡薄 他沒什麼煩惱 但是他的所知障很重 因迷子 那麼他不知道有第八四存在啊 對他這個智慧的開展啊 對延祈法的解釋啊 就很多的地方就不圓滿 這個時候心急的這個大乘的論詩啊 無曹菩薩、天心菩薩、護法論詩啊 一大悲心啊 就跟那些阿皮達摩的論詩啊 升起了辯論 在成為書論裡面啊 廣泛的跟這個阿皮達摩的論詩啊 辯論這個第八四的有無 由此人心論主真 這個主要的爭執 就是在證明這個第八四是存在不存在的問題 我看偉大師的註解 第八四的形象 甚為偉系 難可了知 佛恐以法生文 妄直為我 故意阿罕諸君 故未顯說 那麼這是說明啊 佛陀為什麼在小乘的經論 不講這個第八四呢 這當中有一個理由 說這個第八四的形象 他的了別形象啊 非常的偉系 很難能夠了知他的存在 他的真實相貌 那麼佛陀慈悲啊 恐怕這些以法的生文啊 妄直為死我 你跟他講阿賴也是啊 他就認為這阿賴也是就是我 那麼這樣子對他不但沒有幫助 反而產生障道 所以佛陀在阿含經 乃至於在波雷經 都沒有說明這個阿賴也是的存在 那麼這個是說明啊 佛陀不講阿賴也是的一個理由 而二稱民於佛子 直於前教 不了此事是友情總抱之主 生死涅槃之意 望波為吾 那麼佛陀沒有講 只是就著一個顯露意 佛陀不沒有明顯講 但是從秘密意來說呢 從奧行經裡面也看得出有第八四的存在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